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是Tom 他在洗臉 同時他在回憶2013年1月12日發生的一件事 那一晚Tom約了一個對他來說很特別的人吃飯 這個人是Janice 而在這個這麼特別的晚上 Janice剛剛跟他的男朋友分手 但是更特別的就是 跟Janice分手的是Tom最好的兄弟Richard 一直以來 Tom說服自己 絕對不可以對兄弟的女人出手 禁於做這段愛情故事的配角 但是當對方變成了兄弟的前度 Tom不清楚自己 是不是真的想拿這個甘草演員獎 看著餐桌上的牛扒 Tom很羨慕 他可以達到Medium Rare 這個欺負到好處的狀態 相反 他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 才可以對你Best Friend的前女朋友 展開追求 而不被兄弟和世人所指罵呢 Tom不想把男人之間的友情和愛情作比較 他只想讓一切沉澱 給時間代他去選擇 但是正當Tom想問Janice 覺得親飯點的時候 Janice率先吐出一句 你覺得我們算是甚麼關係 你不需要問我 Tom到底作出一個甚麼選擇 重要的是 你會怎樣選擇